原来陆寒早就说过自己的死偶标准 怪不得他看上了贵小松 要幸福 还记得上一次微博沦陷吗 整个服务系都瘫痪了 那一次是陆寒功夫恋情的那一次 陆寒是EXO原来的成员 虽然EXO是韩国的男团 但陆寒是位中国的艺人 但是当年陆寒在EXO公司的时候 还是主要捧他 他就是stayway 这么一位颜值和才华并损 自国以后流量大增 更是顶级流量的小生 就是这样一个全国主物的偶像 终有一天公布了能力节 让微博谈访了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陆寒选择了贵小松呢 因为贵小松虽然有个国民归音的称号 但是年纪确实还小 成年也就一两年 两人也是差了七岁左右 可以说陆寒也是为爱恨不顾身了 虽然知道会调很多粉丝和资源 但还是公布恋经 网友们都很好奇啊 到底这个贵小松有什么魅力呢 能让陆寒比事业还要重要呢 其实早在一眼搜索的时候就一定有答案了 当时主持人问成员们如果要交往异性 首先看异性哪里陆寒当时说了一个字 要知道郭晓选最以为傲的就是他没说大长腿啊 看看这大长腿虽然身为九五后 但身材太比模特了 大长腿让他比龙龄更明星比较高出很多 所以小编推测陆寒应该是看上郭晓选的大长腿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也是有合作过一次情谊报机 据说里面可不吻戏 或许因戏生情也动病